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翟爷爷进了趟山 爷爷说他和同志们当年在这里为固体火箭研制动力技术 导弹嘛 这少的导弹 都是我们研究出来 炸药就研究出来 爷爷带着我们走走停停回忆当年的故事 村口的桥 近山的路 还有学校 招待所 生活区 那一带航天人在山沟里生活 工作 每天每天早上坐班车上学 然后中午 然后再坐班车回家 这时候我没放学的时候小朋友排个队 然后坐班车回家 哪个是你啊 这个是我 这个是他洗的 爷爷当年住的房子还在 现在这里住着一位老乡 门口的河水清澈如旧 一派田园风光 直到我跟着爷爷来到了他当年工作的地方 这就是做实验包的地方 对 当时是这样 在仿包店 包了以后在那捡的 就是当时那两个列子 把它从仿包店抬出来 就在这个位置上 多平方给你带小话 那这已经是砸到处都不成型了 很壮烈的 烈士的手表碎片 记录下那个刻骨铭心的时刻 原来这才是爷爷的工作 他和同事们每天都在和 一然一包的固体推进剂打交道 一不小心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最后爷爷还想去看 当年做实验的试车台 但是许多年过去了 这里早已荒芜 细雨中爷爷撑起伞 慢慢朝山里走去 那里有他奋斗过的痕迹 和一代航天人无悔的青春